在节目的开始呢还要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呢有一个就是美联社 评出了年度最红的最佳的一个红毯着装 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种什么活动啊 颁奖礼啊真的是举不胜数 那么很多明星都会走红毯 那么走红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家就是秀一下自己的着装 衣服啊包括这个新的一些发型啊包括一些饰品 看看谁是大牌赞助的或者是一些定制的设计师定制的 那其实这些照片呢在很多这个时尚杂志啊 或者网页上面都是被放在这个首页上面 很关注也真的很漂亮 所以呢这些明星特别是女明星应该是格外关注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美联社呢 推出了这个全球一百位红毯最佳着装里面的 这个也是蛮高兴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亚洲有两位女艺人入选 对一位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影星张芷怡 她也是入围了 她呢主要是在出席一个抗艾奇病公益活动的 穿的一套礼服啊 一套是单肩肉色的礼服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而且包括她的一个发型啊耳环啊 还有她这个服装的比较精致的一个腰部的设计 整体的得分呢都相对比较高 所以呢她是中国唯一一位入榜的女星 对那么在亚洲呢还有一位就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国宝级的演员 叫做埃西瓦亚她也是凭借这一套红色的非常华贵的 这个晚礼服呢这个也是入选了这一百位的红产最佳着装的女艺人啊 对她这套着装呢是在参加一部电影啊 叫粉红豹二的一个手蕴礼手蕴礼上穿的一套服装 确实她其实她这种服装上的一个配饰很有民族风 其实是有点印度民族风的元素 其实我刚才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她选出这个全球所谓的一百名最佳的红产周装 其实不可能说她看过了所有的每一次或者每一位的这个周装 对她肯定是也是有一个印象 分门别类或者说这个我们的亚洲两位女艺人或者说中国的张子怡入选 其实也是证明了亚洲或者中国的艺人现在国际的这个娱乐圈当中 这个地位是不断的攀升 他们起码认为你是这个级别这个level里面的艺人 才会把你放在这个榜单的候选人名单里面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首先你要有入围的资格吧 你首先入围就是说你要有机会来出席那些比较高端的一些红盘 红盘的走秀是吧 好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恭喜两位能够入围这个榜单了